世界足坛罕见,王大雷手抛球过半场形成单刀,北京时间7月21日,中超第13轮山东鲁能客场2比1逆转击败长春亚派,在上半时新丢一球的玻利局面下,下半场比赛鲁能连进两球完成板超,在商庭捕食阶段,王大雷差点手抛球直接形成助攻,堪称本场比赛最大的亮点, 在下半时捕食阶段,王大雷在直接没收亚太队员开出的前场定位球后,完成了世界足坛罕见的一幕,他直接手抛球抛过半场,大举压上的亚太球员回防不及,塔尔德利在接到来球后,亚太的球员都已经被甩在身后,塔尔德利在球长驱直入形成单刀,在突入到禁区内时,塔尔德利被伊凡拉倒,王大雷也错过了一次 是直接主攻的机会,不过王大雷这次手抛球半场单刀传球,注定将为世界足坛铭记。